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能有效探测到海底的布雷 是名副其实的海上青道夫 这款扫雷舰是如何执行扫雷任务的 它对五海军的扫雷力量有何影响 兵器面面观 海上青道夫12700型扫雷舰 正在播出 2020年5月中旬 俄罗斯海军在地中海 进行了大规模的扫雷军事演习 在此次演习中 伊万安东诺夫号扫雷舰 吸引了大众的目光 貌似风平浪静的海面下 紧张的气氛正在弥漫 按照预先设定 俄罗斯舰艇的航线下 被提前布设了多枚水雷 这些水下扶兵正静静地等待着机会 释放他们的威力 演习开始后 俄海军立即派出 伊万安东诺夫号扫雷舰 进行排雷 利用新型智能扫雷机器人系统 伊万安东诺夫号 很快就发现了 埋藏在海底的水雷 随后通过舰上的火力装置 将水雷摧毁 伊万安东诺夫号 顺利完成了扫雷任务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首先扫雷舰和扫雷舰上的海军官兵 他们是用生命在工作 是用生命在战斗 因为水雷是非常危险的 一旦遭到了对方的布雷 你再先进的战舰和潜艇 执行作战任务 也会面临巨大的风险 那么包括舰队的这种部署 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就需要扫雷舰作为开路先锋 先把海上包括任务区的水雷 全部的扫清 战舰才能够到达主要的任务区 所以战斗任务能否顺利执行 扫雷舰的辅助功能和它的帮助作用 非常的大 那么当其他的作战舰艇 遇到扫雷舰的时候 一定是要向它进行致意的 作为一种非常古老的海战兵器 水雷制作简单 价格便宜 几乎所有国家都能装备得起 但是水雷威力巨大 一枚大型水雷一旦命中 足以击沉一艘中型军舰 重创一艘大型军舰 因此水雷可以被大面积 布设在关键航道和港口周边 既可以用来封锁敌方重要水域 又能将敌方舰艇 距于己方防区之外 令对手寸步难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交战双方在海上投放了 八十多万枚水雷 共计炸骨了三千七百多艘 各类舰船 现如今水雷变得更加智能 威力更大 布雷的位置也更加隐蔽 有的悬浮在海中 有的沉在水底 有的隐藏在珊瑚 或者水槽中 可以说是防不胜防 正因如此 在水雷经常出没的海域 各国舰队无不谈之色变 水雷战可以说很早就有了 甚至是一战前 很多布置水雷的这些军舰就诞生了 而且各种各样的水雷 也五花八门 包括飘雷 毛雷 城底雷等等 就在不同的水深的地方呢 都有可能会存在敌方布设的水雷 而且布置水雷的手段也多懂多样 可以用飞机布杀 可以用舰船布杀 也可以用潜艇投放 而且扫雷呢 难度又非常大 你不知道在什么海域 多大的深度下面会有水雷 因此呢 必须发展专用的扫雷舰艇 清除这些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水雷 尤其是现在发展的一些智能化的水雷 它们扫起来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对过往的船只军舰构构成的威胁 也更大 我们不再拥换 我们不会强一放 好 我们可以拥挤 我们要去找狗地消长 我们在海拟交召 我们在海拟交召 我们想把 WAY 去潜艇 那边去潜艇 我们想把很多球踢 出现被决定了 因为还要拨出 而裂雷艦則先用聲納 攝像裝置 和潛航器偵查可疑水域 探明水雷位置再投放爆炸物排雷 12700型掃雷艦 同時具有掃雷和裂雷兩種排雷手段 是一種對抗各式水雷的有效武器 近年俄羅斯為了提高 清掃現代水雷的能力 連續推出了多艘12700型掃雷艦 2011年9月 12700型掃雷艦的首艦 在位於聖彼得堡的中涅瓦造船場 鋪射了龍骨 最初該艦預計於2012年下水 2013年交付俄海軍 但由於技術和資金出現一系列問題 該艦直到2014年6月才正式下水 2016年交付給波羅的海艦隊 這艘姦姦來持的12700型掃雷艦首艦 被命名為亞歷山大奧布霍夫號 弦號507 由於俄西北部濱臨的波羅的海水深較淺 因此該艦可在整個波羅的海執行掃雷任務 此後中涅瓦造船場又相繼開工建造了 多艘12700型掃雷艦 2號艦喬治庫爾巴托夫號 因在建造過程中發生火災 進度大大延誤 預計2021年投入使用 3號艦伊萬安東諾夫 弦號601 4號艦布拉基敏爾埃梅利亞諾夫 弦號659 他們分別於2019年1月和12月 交付給黑海艦隊 5號艦雅科夫巴利亞耶夫 也於2020年交付給太平洋艦隊 作為俄羅斯最新的掃雷艦 12700型的標準排水量只有620噸 滿載排水量也僅有890噸 在萬噸巨輪的時代 這種只能在潛海活動 且只有數百噸級的掃雷艦 似乎個頭小了點 然而小身材有大用處 首先布雷的區域一般不在深海 你要在太平洋中部或者是大西洋中部 你布雷 你命中敵方箭支的概率是非常低的 只有在靠近海岸邊的這些水域 特別是一些狹窄的水道以及港口的周圍布置水雷 才有可能取得較大的戰果 因此大噸位的少雷線 其實是用處不大的 小一點反倒更合適 因為一般水雷攻擊目標 它採取方式是觸發的 有很多觸頭 碰到你的船隻就會起爆 那麼還有一些水雷呢 是根據艦船的聲音 特徵來確定目標的 那麼如果這個聲音跟它儲存在 電腦裡的或者是控制系統裡的那個聲紋 吻合了 它就會對它進行主動攻擊 還有一些智能化的水雷 它採用了多種的偵測方式 因此對過往的艦船威脅很大 那麼少雷艦 如果你搞得體積大了命力大了 你觸碰一些觸發水雷的概率也就上升了 因此一般來講 世界各國的少雷艦 它的噸位都在1000吨以下 是否可以接受到 有些東西 是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该厂还专门购入了新设备 建立了实验室测试真空整体成型技术 目前 舰体贯注成型只需一天半的时间 相比传统的建造方法 整体成型的舰体强度更高 使用寿命也更长 和钢材料相比 玻璃钢增强材料单位体积的质量更轻 强度也更高 可以避免触发磁性水雷 保证扫雷件自身的安全 扫雷件一般是不用采用钢铁材料 或者说一些磁性号 比较明显的这种金属材料 这就是因为在水雷的分类当中 有一种磁性水雷 那么如果说你采用了这种金属的材质 本身就是磁性水雷 非常容易攻击的一个目标 采用玻璃钢的这样的一个剑壳 其实可以有效地减少它的这种磁性号 那么针对磁性水雷的躲避能力 也会变得更强 其实这是扫雷件 独特任务需求所决定的 从目前来看 扫雷件个儿头不是特别大 采用这种玻璃钢一次成型的 这样的一个壳体 是非常适用的 可以让它的舰体变得更轻 它的活动的海域 也可以更靠近沿海和沿岸的区域 就是这样的一个往上 请不认识 再见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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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M2光电瞄准器 射速降低至600到1000发米分钟 但其重量更轻 更适合小型箭製裝備 在遇到来犯之敌时 这些禁防武器将是扫雷舰的最后一道防线 俄罗斯国防部曾表示 12700型辨识级扫雷舰 将大大提高俄海军扫雷能力 2022年前 俄海军计划列装8艘该型无人扫雷舰 而从长远来看 俄海军必须装备至少40艘12700型扫雷舰 那么这样的扫雷能力 能否满足俄罗斯海军的需要呢 俄罗斯是一个海洋大国 它这几个舰队呢 又分住于各个不同的海洋 包括北海舰队太平洋舰队 什么波罗地海舰队黑海舰队等等 那么这些舰队或者这些海域都是分隔开的 你不可能用一个扫雷编队 给所有的这些舰队提供相应的扫雷保障 因此呢必须每个舰队都有配备相应数量的扫雷舰艇 才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 否则一旦被对手封锁在某一个海域 那么它这个舰队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发挥作用了 2020年7月24日 12700型扫雷舰的8号舰列夫切尔纳文豪 在中燕瓦造船厂举行了龙骨铺射仪式 按照俄罗斯海军总司令部的计划 12700型辨识级扫雷舰 将很快成为俄罗斯海军舰队扫雷部队的中间力量 在未来 该行扫雷舰将继续扩大作战任务种类 进一步完善无人搜索系统 更好地担负起海上清道夫的职责与使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